小姐姐打卡的 踩到的 帅哥哥直播的 旅行团案都来了 Safanman还不来 我刷一个 洞鱼 今天的雨有点大 可能就是这个剧红的太快了 然后这条街也火的太快了 我跟乐哥刚才听到一些情报 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可不可靠 但反正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狂飙看了吗 看到多少集了 我拍这条视频的时候 胖到20集了 那我自己是中山人 所以呢我过来江门 这个狂飙最大的取景地 其实比较近的 所以今天就带你们看一看 狂飙取景地 近况有何 待在这一期呢 看看前面暂时 这条街应该就是旧厂街 其中一个很大的取景地 你看已经在这些地方 完全的贴好了 狂飙的海盗 巨招等等的 一部电视剧真的能带旺一个地方 能给到一个地方很多不同的客流也好 升级也好 你看 一间音箱铺就在那里 是吧 对 乐哥跟我说音箱店就在那边 我们去看一下 一站成名的音箱店 哈哈哈 哈哈哈 里面是空字了是吧 里面是空字了 但这里有一个大叔在写 多少钱一个 18 18 18就能提个字 一把扇 一把扇 提字呢 连字是不是 连字的 连字的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所有这一些 这个街的周边呢 都是以这一些 就手写的字 跟扇为主 可能就是这个巨红的太快了 然后这条街也火的太快了 就大家如果要去做一些印刷的一些周边的话 可能还来不及 这种手写的什么折扇 纪念品啊 是最快做出来的 就用这一种 给谁把扇子 18元 18元是吗 13个15元 13个15元 嗯 果然狂飙待望了这条街的商业 而且我们也查了一些报道 在狂飙爆火这段时间 江门的旅游业确实也增长了不少 而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无意间听到了一个大情报 我跟乐哥刚才听到一些情报 就我们刚才在逛的时候呢 然后后面有几个叔叔 有几个叔叔呢 一看就是来头不小的叔叔 大概的听到他们在说一些信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但他们刚才说 你没有听到吗 我没听到 他们在说应该趁着现在这个街那么火的一个信 把演员叫来做个活动 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可不可靠 但反正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有可能啊 强盛小灵通啊 强盛小灵通店啊 其实它是一个同班同学文具店 拍完了之后应该就复原了是不是 拍完之后才就换回是正常的这个文具店生意了 不卖小灵通了 你们有没有用过小灵通 乐哥有用过吗 有 对我们都是小灵通的那个年代的 这个来个扇子吗 我再看 好 多少钱一把 三的十五小的十二 哎你这边还比隔壁便宜 对啊你来一个嘛 我选一个选一个 这是什么 这抱枕吗这个是 这个是动鱼啊 哦动鱼 你不懂得用这个 这个动鱼是官方的吗 对 这个印刷来是有点意思 狂飙 今天的鱼有点大 你们想要鱼吗 给你们搞个鱼 风浪越大 鱼越贵 那时候他们在这里拍了多久啊 在这条街拍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啊 嗯 然后就借你这个店 借三天多吧 在我店面里面拍了三四天 这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那么火的 应该是过完年吧 那时候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刚过年 刚开工就这么多人来 啊哈 后来才知道是这部电视剧 然后你才去看了这个电视剧 对 我现在都还没看完 现在都还没看完 生意很好吗 生意不错 累是累的 但是有事有得 批发客户会抱怨说进不来这条街 对对对 拿过不方便 会晚一点点收工 因为每一次我一关灯呢 那些打卡的人就会觉得 哦 这么早关灯 所以都尽量说晚一点 啊 那你很体贴啊 哈哈哈 这是卖什么 陈皮红糖水 陈皮 你也是啊 哦 我双水人 哦 哦 然后 双水人 捕准这个双机 捕准这个双机 判准准的就来 双机OK 三月轻聋 因为剧里面呢 就不止一次了 再喝这个 陈皮茶 确实陈皮茶是个好东西 大家都可以买来喝一下 真别不说 不得不说 江门 这一个片区的这种骑楼呢 是真的把十几年前 或者说是二十几年前那种 街容街帽把那种感觉给很完美的保留了下来 所以往上面有人说为什么这个电视机要取景在这里 是不是代表了说这一个取20年来都没有发展过 时间定格在这里了 我觉得这也是指大家去想想看的 而借由这一个电视机火了之后 这里你看就把这里给带火了 大家都愿意来打卡 这是不是一个值得去复制或者值得去参考的经验呢 我们可以工商局管 我们现在在这一边就是广场的取景地 他们在这边做了一个什么旧场街探测市集 然后下面有什么黄标猪脚面 这是马上反映过来做出来的一个活动了 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我跟热神看了很久啊 究竟这里是哪里的 后面我就发现了这个牌坊 有点发霉的 有点清牌在上面这个牌坊 就知道了这里就是广场啊 本来就是有一个空气的一个小孩子游乐场在这边的 但它现在已经拆除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还是有很多小孩子玩的那种电动车小车 怎么拆了它呢 不拆不拆多好 不拆爱了它呢 对啊 不拆多好 走走 它猪脚面了你看 同款猪脚面 但它是不是做烧鸡嘛 就现实推出是不是 据说剧中的那个猪脚面店呢 是不存在的 是吧 临时搭建出来的一个场景 你看 但猪脚面其实很多地方都做的好吃 哇 这边人巨多 然后还有人在直播 你看 你看人在直播 那个我们去看一看 哦 耶 小姐姐打卡的 拍照的 帅哥哥直播的都很多 还有导游 导游 你看旅行团都来了 那个 两层哦 拍拖 已经马上有带团了 太顶了 以后来江门 又多了一个路线了 打电话的场景在这里 但是呢 后面这个越南咖啡呢 当时是做了处理是不是 这是打电话的场景 但是你看到 其实 还有带 上面的招牌 没有加上去 但现在是有了这个招牌在 黄标为这条 本来做批发的平静老街 带来了兴旺 而其实这一类的老街 在附近也有不少 那我现在身处的这条街呢 其实跟刚才取景地的那条街 其实就一个平行的位置 但这一条明显呢 要安静不少 其实像刚才老板娘也说了 他们也觉得 就有点莫名其妙的 现在就火了 那这种火能持续多久呢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还是半年呢 不知道啊 但我觉得值得思考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地方 我相信大家的家乡 都有一些不错的 具有当地文化特色 或者说能够展现当地的 民众的生活习惯的一些街容啊 街景啊 景点啊 都很值得去拍的 电视剧 都很值得火的 是吧 你觉得 你们家乡 哪个好看的地方 值得去拍的 下期节目不要忘了 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